大家好,又是我Marco,和大家討論今個星期的指數期權的一章總結 如果討論大市來講,其實今個星期我橫顧大部份報紙雜誌的人偏向看好 最主要是討論恆新指數日線圖來說,紅色這條線是250天線,黑色這條線是10天線 市在升上250天線和10天線以上之後,大部份人的心態就開始轉回,略為看好一點 接著紫色這條線是20天線,再穿上這條線,我看橫顧大部份評論來說,都是略為偏好 很少像我星期一那樣,這就是星期一那時候我覺得大市先反彈後跌 我自己談的問題是,究竟是大反彈之後急跌,還是小反彈之後未跌 是這樣的意思,這裏我再用後再解釋 基本上策略那時候來說,我那時候就說星期一收市後 就跟大家說在23405至23527這個位置,這個區間可以小處去做一些職業的Longport 23000點位置,事後來說,如果說期指圖來說 在昨天和前天,即是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時候 那個市真的升幅這個區間位置,其實理論上應該是進了市 拉回看一分鐘圖去看,這個就是一分鐘圖來的 23400點至23527點位置,就是這兩條紅色線,這個區間的上一個位置 22號來說,如果入市的話,就大約在這些位置,應該入市 假設22號沒有入市的話,例如23號,這些位置都應該入市 去到今天來說,市一早就這樣插下來 基本上就有很多機會給大家去取消 通常做職業Longport來說,尤其是南韓結算,時間值損耗非常勝之快 開倉之後,理論上應該是更快平倉的,就不要去做一個拖的動作 還有,雖然開那個行使價選,就選擇23000點而已 但是大部分人開得一些比較短炒的Longport來說 它遇到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太執著,例如選一個行使價,我選了23000點而已 但是問題就是市,如果跌下去,你那時候的情況底下,是贏錢的 在贏錢的情況底下,市回到那時候,理論上應該指站位一路一路推下去 所以未必一定要等市跌到23000點去做平倉 理論上應該一開始,就將指站位不斷地移動 一回到那時候就平倉了 還有,留意一下,例如說日期那樣,今天留意一下市 好像昨天,美股的市場昨晚一刻升了兩百多點 那今天早上,其實有很多人都會很意外,今天早上市跌得很急 那其實你說炒即市來說,以前都經常跟大家說的 就是那個開市價原則,那這條紅色這條線是今天開市價的那條線來的 那其實你配合我之前說的,沽了那些位置再配合開市價原則 在開市價以下,基本上你不會在這些位置反手去看好 就算要看好,都真的要等到跌到一定的空間才看 那最主要要留意這一點 那你說大市來說,我剛才說過了,大部分人來說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這個恆生指數日線圖那裏 就算是說,華國市升到穿十天線、二十天線和二百五十天線以上 就開始比較略為看好的 這個星期我想我是小部分的其中一個人 去趕在這一個,接近今個星期最高的位置就沽下來這樣 那接下來的市場來說,大部分人出面來說 就圍繞著這個三個人的走勢去做一個突破 那都是看著這個二三五八一恆生指數圖來說 就是這個位置,如果陽觸收市升穿這個位置 那我自己預計,那市有機會再夾多一點點下去 如果它不是陽觸收市穿這個位置的話 那可能那市都會有回吐的壓力 那我之前經常說,大反彈急跌還是小反彈微跌就在這裏 如果它沒有辦法去收市升穿這個位置 那有可能的情況就是小反彈微跌這種狀況 但是如果它是收市升穿這個位置之後再跌的話 那有可能就是大反彈急跌那種情況 那所以大家留意一下這件事 還有旗之日線圖的時候,如果你看回恒指這個位置 旗之日這個位置就是二三五二七 那如果穿的時候,有時候剛剛等到收市格升穿這個位置 可能就會蚊多分的 那如果有時候,大家想偷步的時候 穿那個位置配合剛才說的開市格型則 去做trade的話,一穿加上那個價位都還是開市格以上 而它們的開市格又不是太遠的 即使偷步去駁的話,駁一個短站去夾上的空間 都是OK的,但是大穿來說,我覺得像是夾夾再回落 那現在還有這種情況 那現在究竟會不會再穿這個位置呢?要再觀察 那做trade的,那見步行步吧 那這個禮拜就最主要跟大家說著這麼多 那下個禮拜一再跟大家去總結這個禮拜的策略 OK?多謝大家